前周现场时间持续来关注国际间的焦点 那么俄乌开战至今已经要进入第59天了 快要满两个月了 俄军是持续的炮击 这个乌克兰的南部城市包括了尼古拉耶夫 还有东北部大城哈尔科夫 在乌东地区的卢干斯克 那么周日的时候呢 就是今天对这个东南部的城市玛利波 里面的这个亚速钢铁厂呢 又在发动了一波炮击 那么乌克兰地方官员表示呢 在第二大城也就是这个画面当中 是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呢遭受到了这个俄军更密集的炮击 最少有这个已经有酿成死伤了 那么这在报道指出呢 有一处这个平民区遇袭的时候呢 旁边呢有这个钢材的仓库也起火 那么也有汽车受到了波及 地方官员是表示呢 这个乌军在哈尔科夫北部反击了 将俄军呢逐出三个村庄 那么这个位于东 这个乌克兰东北部的工业城市呢 其实距离俄罗斯相当的近哦 距离俄罗斯的边境只有42公里 哈尔科夫这近两个月来呢 其实一直是遭受俄军炮击的 他们的基础设施呢 也严重的受损 另外来看到的是南部地区哦 是这个奥德萨 奥德萨呢相较于其他地方呢 先前是比较少受到攻击 不过昨天也被俄军呢 用飞弹攻击目前已知 至少造成了8死18伤 奥德萨的市长呢 特鲁哈诺夫昨天就在他的telegram上头证实了 俄军飞弹攻击导致有平民丧命 死亡的平民当中呢 还有一个是只有三个月大的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还没有看过世界 他批评俄军是怪物 应该要下地狱 那么俄军周六的时候是表示呢 在奥德萨附近有一座军用的机场后勤站呢 这个地方存放了有大量 欧美国家运到乌克兰支援他们的武器 被俄军呢 利用了高精准长城飞弹 摧毁了这整个后勤站还有这些武器 那么俄军是表示呢 他们以这个飞弹攻击了乌克兰 一共有22处的军事地点 空袭了79处的据点 但是呢对此乌克兰方面呢 还没有做出证实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表示呢 俄军是用7枚的飞弹攻击了奥德萨 造成8死18伤 那么当然也提到 也包括了前面我们讲到 这个三个月大的婴儿 所以他也痛批俄军 另外今天呢 他则是在这个基辅的地下车站 举行了一场国际记者会 泽伦斯基是宣布说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有国防部长奥斯丁 将会在明天访问基辅 泽伦斯基表示呢 他会和这两个人来讨论 美国援助乌克兰正武器的议题 以防止普丁动用核武 另外呢他也毫不客气地表示 希望呢未来 到访乌克兰的外国领袖 还有这些政要呢 能够带来乌克兰要求的援助 没有问题 CNN就解读 泽伦斯基这番话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要来访的朋友们 不要空手而来 明天就来到我们来自省启鲁美国 有将会有关联合网友 和政府政府总统的华 稳之王 跟班农达 我们应该到所有领套 那我们 怎么样说 那些国家 到不停减不胜 是我们我们真正在 这是真正的�战 所以来到我们来到我们 另外乌克兰的内政部长顾问格拉前科 他今天也接受了CNN的专访 他表示乌克兰的战后重建经费 他们粗估大约需要6000亿美金 如果折合台币大约是超过17.7兆 这位内政部长顾问表示 希望美国跟盟邦能够给予乌克兰3000亿美元 而这3000亿的来源就是俄罗斯央行和银行 目前被制裁遭到冻结的资产 交点转到亚洲来看到根据日本NHK的报道呢 发生在昨天下午这一场北海道观光船沉船的事件 最新搜救进度呢是已经找到了四个人 不过这四个人呢具体状况现在还不明 那么这一艘观光船发生事故的时候呢 船上一共是有26人的 那么是在昨天下午地点呢支床半岛的外海失联 这26人当中呢包括了有一名船长 一名甲板员还有24名的乘客 乘客当中有两位是儿童 虽然呢大家都有穿上救生衣 但是海水温度有可能只有这个摄氏2到3度 所以呢也不清楚现在大家的状况是如何 观光船呢是在这个通报它的船首部位进水 要沉没之后呢就失联了 目前呢当局是出动有六艘的巡逻船 还有四架直升机投入搜救工作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群球现场提供给您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后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